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有人说创业是跨越阶级最快的方式 由于其特性的在市场上 关于自主创业的课程有十分的畅销 创业成功的人也很多 可是这个创业失败的人也不少 许多人就会问 什么样的人会创业成功呢 我们从首相来看一下 一共有四种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前发生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首先第一个就是天文末端分叉 一支分叉到食指的下方 比如它有一条分 这样有一条分叉 分叉到食指的下方 也就是我们上期讲到的天文 它往上走 分支往上走 并且有一支 达到食指的下方 有一支是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 这两条分叉 就是主线 一个是充指缝 那么这种人的手闻是品德非常的高尚 忠诚诚实 而且对爱情忠质不二 是百里挑一的好伴 夫妇皆有此相的朋友 可以合作 共同创业 必有所成 就是夫妻店 夫妻店 两个人都有这种首相 是可以合作一下 那么第二个是人文上出现另外一条人文 这个首相当中叫天和文 就它这个智慧线上面又出现另外一条智慧线 两条智慧线叫天和文 这种首相是拥有超凡的材质 在事业上能够双线发展 这个事业和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 男女皆为业界强者 非常适合创业 这是双重智慧线 还有就是三条长短不同的玉珠纹 三条长短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什么 三奇纹 三奇纹 就事业线有三条 分别身上中指 小指和文明指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非常少见那种文路 那么不仅有很强的经商头脑 而且在事业上也是十分的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这类人的天赋极强 这个从事公职也有 大有可乘 自主创业也非常适合 前途是不可限量 第四个是六秀文 短短两条六秀文 六秀文呢 其实说的就是什么呢 说的以前就是我们说 跟财运有关系的太阳线 这也叫六秀文 也称为财运线 这跟钱财文还是有点区别的 钱财文这个是短的数线 这个六秀文呢 是十分的珍贵 如果是这个文长而细秀 主持人在中年时候 必定能够取得多方的 这个在多个方面呢 取得这个大的成就 适合呢 这个异度方向发展创业 能力双收 也就是要出家发展 这个出家门 去外面发展 异地发展 这个同时呢 晚年也是健康长寿 子女优秀 不管是从业创业 还是守业 每个阶段呢 都有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 如果是发展手上 有上述这几个特点呢 这个不要因 欣喜而舍弃当前的处境 如果真的要决定创业 要事前一定要在各方面 做好准备 以便后面的积水成渊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 还是天杨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